国内通膨率连续第6个月处于增长的趋势 7月份消费人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.2% 全国各州的粮食和非酒精饮料物价都上涨 统计局总监纳杜斯里·莫哈默·乌兹尔解释 通膨攀升主要是因为低基数效应 以及交通领域带领涨势 今年3月开始 每公升RUN95汽油顶价定在了2令吉05仙 这比去年7月的平均售价高出了36仙 是交通领域通膨率双倍数增长 双位数增长11.6%的主要因素 政府一连串的经济振兴配套以及援助方案 以及7月开始的家用电费折扣 也推动通膨率上升